我们跟世界上的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软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玉器是两主文化最杰出的物质成就之一 也是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大关键所在 在浙江省博物馆内 发掘自两主返山亡灵的玉丛王 被称作镇馆之宝 是目前发现的所有玉丛中独一无二的一件 为两主文化玉丛之首 玉丛王有着怎样的绅士 其在两主玉器中有何与众不同 对中华文明的延续有何意义 中兴社东西问日前就此专访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返山考古队领队王明达 他告诉记者 1986年5月7日 他们进驻到县渝航区长命乡治山村 开始返山挖掘 当时他和同事杨南 几位文保通讯员带着三十多位民工 在5月8日开始动工 一连二十几天发掘了都是东汉时期的砖世墓 直到31日 我记得非常清楚 下午三点左右 天幕山打雷了 乌云翻滚 从西边向东边过来了 所以我和我的同事 还有一位技工 站在那个一米六高的那个格梁 叫农民工赶快把福头调干净 说了要薄膜 要准备好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技工叫陈云南 他我叫他在九十多公分的那个坑里头 往下往 他突然之间从坑里头爬起来 手里拖了一块火柴盒大小的 跑到我个梁的下面 手递上来 他是造型人 他说了一句 王老师 这个是说 我因为知道是将安排他在那里 我已经是快一米左右的深度了 居然在这下面发现了这样的东西 我脑子里爬的一下子跳出来 我直接从一米六的地方 跳到了这个方 然后再跑到这个 后来叫十二号码 再一米左右再爬下去 一看那个位置 就在他那个刚才清理出来的地方 轻轻地轻轻地往下清理 清理的话 红颜色和白点 面积越来越大 听到了大概半个手张这么大的时候 天不对 雷声隆隆 所以我就把它盖起来 这个时候又还得不放心 天看见雨还没下 我就拿那个筑签了 拿了个更硬一点的筑签 在那个坑里头 然后在中部的地方 贴下去 又碰到硬的地方了 然后把那个土 因为已经一米左右了 把它轻轻地又剥开 剥开之后发现一个圆团状的 白白的 哎呀 玉出来了 其实这件器物 就是编号为97号的玉虫 这件虫因为是比较高 所以它在土的 贴掉一点的时候就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心很激动 我就讲多浪的一句 逮着了 然后赶快把全部盖好 心里踏实了 这个墓 总共出土了 单独地是647件鱼器 虫 玉虫有6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那个玉虫王 就是这里头的其中的一件 说到 重量 雕着的文样的完备性 维性 所以把这件器物称之为虫王 我们在报告上叫它 大玉虫 因为从梁祖的发现 1936年 已经80多年了 江浙户的 考古工作者也好 或者是很早流传出去也好 都没有发现过如此 样式的虫 所以后来都叫它虫王 也就流传 大家都这么称呼了 最关键的 就是正面的每个直潮 有八个神灰 所以神灰是我提出来的 那么把这个图像 解读的话 就把那个拐角的图像 都能够对应起来 其实我觉得解读很多很多 我们报告里头 我觉得是很简单 这是个带了个大雨观的 这位神人 张开双臂 竹着一只老虎 老虎是灯在下面 你们看这个图像 脸 帽子 虎头 这个是浅竹雕 两个手和老虎 蹲下去的前肢 都是英克人 非常明显的区分 实际上就是一个神人 骑在老虎身上 文明社会的标志 是伟大而无用的一说品 遇你们千万要记住 它是身份 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物 凡是拥有遇气的牧主人 一定是大大小小的贵族 平民臣没有资格 那么梁祖时候 他的器种 你看他的器种 从碧月打建 三叉形器 棺杖器 黄 指向 他的功能 箭头 武器 都代表了牧主人 所拥有的 孩子 权力 等级 身份 我一直讲 越在中华文明的 形成过程中 起了无法替代的 他所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